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四位观点好谈 为期四天的欧洲议会选举落幕了 那选举结果让欧洲的政坛是出现了大地震 虽然说这中间派的政党依然是占据多数的席次 但是极右翼势力是大有斩获 是引发各些对于欧洲议会向右转的疑虑了 那现在欧洲极右翼的崛起意味着什么 今天邀请两位专家带我们的讨论 首先欢迎政大欧洲语文学系的教授卢倩怡 欢迎卢教授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资深国际记者彭光伟 欢迎光伟哥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主持人好 首先我们来请教授卢教授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极右派这样一个崛起 是因为跟这个反移民政策有相关 还是因为经济的这个烧淘等等原因 之下造成他们这么一个势力的崛起的庞大 我觉得两个都有 就是移民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移民的问题它跟经济的问题 事实上是相关联的 是因为事实上欧盟的经济非常的不好 在联合国不久前一个儿童组织 它发布的是欧盟国家里头 每四位儿童就有一位是在贫穷线 或者是有贫穷线下 或者是有贫穷风险 每四位就有一位 这是欧盟吗 这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欧盟 所以欧盟的经济是非常不好 然后从欧洲债务危机 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就经济不好 然后再加上后面的恶物战争等等 然后能源北溪石油 这个天然气管被炸掉 然后他们的便宜的能源没有 然后能源价格非常的高 造成所谓的能源危机 变成很多的欧洲人 欧盟的公民 他们必须在食物 还是要开暖气之间要做选择 所以他们的经济是非常的不好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永远都是种族主义 极右这些卧土 就是这是一个养分 就是你经济不好 然后很多的移民 所以像一个压力国一样 因为人本性 可能多少还是会为己一些 那其实也就造成说 现在整个极右派 整个崛起的同时 大家就会观察到说 好像以前大家的极右派的 这个sereotype是所谓的这种老白男 但现在一个比一个年轻 而且一个比一个还有魅力 他们的魅力到底是什么情况 一个告诉我们 为什么欧洲转右移 对我们来讲这么重要 另外就是说 现在欧洲这个所谓的右派 我前阵子在三月 也去做了一个专题 就是欧洲新右派的这个 施速列车 我们就是想去看看 现在的右派 所谓的右派到底在想什么 他们可能跟我们传统上的 右派定义又不太一样 而且我们发现有很多 右派极右派的领导人 他是非常年轻的 就像是这一次在德国 年初开始就有百万人走上街头 去抗议德国的极右政党 AFD另类选择党 那主要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有媒体报道 就是说去年底 那个AFD就跟极右派 欧洲的极右派人士 有一个秘密会议 要提出一个再移民的政策计划 把所有的移民移出欧洲 不管你是合法非法的移民 那其中有一个很争议性的人物 就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马丁塞尔纳 他非常年轻 大概只有35岁 就是他已经是在奥地利 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物 而且在极右派的团体里面 他有一个一定的影响力 那为什么大家这么专注他 因为他就 他会透过极右派的这种行动 去发动街头上的一些行动 号召力很强 号召力强 甚至会被民主 所谓的民主人士认为 他就在发起一些动乱 或是去干扰一些民主运作 那他现在就是被 包括美国 英国 然后在AFD这一次秘密会议之后 也被德国禁止 列入一个禁止入境的名单 所以已经变成很多国家黑名单 所以以他来讲35岁很年轻 比我还年轻 你知道吗 除了他之外在法国 还有一个更年轻的 对一个更年轻的28岁的 就是乔丹巴拉德 他现在就是这一次 在欧洲议会选举里面 获胜最大赢家的 这个国民联盟的榜魁 他号称就是LePont的得意门生 对他很年轻的时候 就加入从事的政治运动 28岁就这么有影响力 对所以现在外界 都预告他会不会是 接下来下一任总理 不是总统 因为LePont要参选下一任总统 呼声非常高 甚至有可能会打赢过马克宏 那如果一旦 LePont真的当上了法国总统 那这一位 巴拉德 他到底会不会变成 变成下一任总理 而且有一个趋势 就是这些年轻人 他现在我自己去采访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验 就是我想要去约 这些极右派的领导人 希望能够做访问 根本约不到你知道吗 为什么 然后我就问当地媒体说 那你们访问极右派这些人 或是政党到底有没有机会 他说他们连当地媒体都很难约 因为现在极右派的做法就是 他们喜欢用自己的频道 或是自己的短影音 自己的网路媒体 去巩固他们的支持的这一群人 所以你看刚刚那个巴德拉 他就是法国这一位年轻党魁 他是在TikTok上面有150万的粉丝 超级网红 他只要在上面发布任何一个讯息 而且会上这些网路的 大概都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说这右派 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这种趋势的感觉 这很不容易 而且他们很厉害的是 他散播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 但都是自己控制的 自己的舆论 然后propaganda出去 但是他不接受外面 可能可以去操纵 怎么去形塑他们的形象 所以这一招很厉害 而且他们不仅是抓住年轻选民就算 其中还包含女性支持者 也有上升的一个趋势 而且有一些女性的 这知名的政治人物 可以再请光伟哥帮我们讲一下 对 现在我们看 欧洲极右派最有名的 大概有几位就是 意大利总理Georgia Maloney 他就是自己成立了 意大利兄弟党之后 结果在整个国会改 2022年的国会改选里面 把兄弟党呼声一举拉起来 就赢得整个国会大选 自己就做上总理之位 其实 Maloney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一个政治家好了 对 他早期就是非常年轻的时候 就对政治非常有兴趣 他自己去参加青年的活动 甚至是全球 整个国家的 意大利全国的那种青年领袖 学生领袖 后来正式投入政党 从政之后开始选议会议员 从罗马开始 对 那他的态度就是 因为对当时的政府不满意 他也是打着反移民的口号 所以大家都担心他就是 当选总理之后 变成一个意大利极右派的一个总理 而且是在被莫索里尼之后的 最第一个极右派的政府 当选意大利总理的 他的确也是第一位女性总理 但是我们发现他上台之后 他的整个 比如说外交政策有一点改变 没有像外接预期的这么右 就比如乌尔战争这件事情好了 要不要支持乌克兰 他是持跟欧盟态度是一样的 就是他愿意支持乌克兰 对 然后跟俄罗斯保持一点距离 而且他还在当上总理之后 退出了跟中国的一带一路 所以大家就觉得 跟想象的不一样 好像没有这么 对不对 这种孤立主义没有那么强 但是他的副总理 那个萨尔维尼就不一样了 在整个移民政策上 是采取非常极端的态度 而且是就是在他自己的那个IG上面 我自己有加他的IG 我就看到他一天到晚在po影片 但是每次都失败 但从小耳濡目燃就对了 对 他四岁的时候 他老爸老乐庞就创立了 那一个民族联盟 越错越勇 结果他很有趣的是 LePont在开始投入政坛之后 他反而跟他父亲做出了切割 因为他老爸真的是极端右派 甚至是帮纳粹说 纳粹的那些屠杀 那些化学武器 只不过就是一个 知为末节的东西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他就必须得跟他老乐庞 就是切割 他甚至把他父亲开除党籍 所以父女两个就翻脸 但是乐庞的声势 从这几次选举上一次已经非常逼近马克宏了 那这一次欧洲议会大选之后 外界其实都预估 他甚至下一届总统的呼声是非常高 然后他现在又用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小鲜肉的党魁 来影响这些各些年轻人的选举或是异象理念 所以我们还在观察 我们当然不能说百分之百绝对 但是这的确这些右派的这种风气 视力越来越高 而且女性也越来越多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还有年轻化的趋势这样子 的确如此 那说到这个新的独裁者联盟 还有一号人物一定要提 就是这个匈牙利的总理奥班 他又是怎么样的一号人物呢 是 奥班他其实 他总理已经当了 从201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好像中间都没有断过 然后他更早之前也当过一次总理 中间虽然有断 但后面这十几年都是他 他其实也是 我查过资料 他一开始是从反共产党起家的 就是青年运动 他成立了自己的青年民主联盟 自己的一个政党 然后是反共产党 但现在他的态度几乎是 亲俄 亲中国 这个转变也是非常大 然后就是走到很右派 然后也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 在国内的支持度一直 十几年来都能持续连任总理 对外界来讲这是一个民主国家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也还在观察 这个奥班这个人 他的这个整个支持度 到底可以延续到什么时候 对 那除了其实除了奥班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要看右翼的势力 怎么进到欧洲的 还有一个人不能忽视 叫做班农 我不知道大家老师还记不记得 Steve Bannon 就是川普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军师 在他刚上任的时候 还曾经在担任过白宫的 这种策略长吧 对 然后给川普出谋划策 甚至要盖围墙挡住移民等等 后来他们翻脸了 就撕破脸 然后班农一度到了欧洲去 然后在欧洲他就找了各班 各路好手要成立一间学校 叫做神鬼学校 Gladiator School 他们去找了一个修道院 你知道吗 在2017年的时候 也是下飞空气 非常有趣 然后他 那这个学校是要做什么 就要去训练一批极右派的 去上课 告诉他们极右派的 这些理念想法 要成立这些人 但当然中间被法院判 这一个学校是有问题的 然后因为你用诈骗的手法去 没有合理的去给付租金 所以中间断了一段时间 但是最近就是在前一阵子 前几个月 好像四月吧 还是三月的时候 意大利的法院说 这整件事情判下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学校似乎又死灰复燃了 所以这个Gladiator School 到底有没有办法成立呢 我们真的要看下去 这整个右翼风潮 是不是真的就会这样吹过来 这样子 的确 刚刚我们提到很多这些右翼的代表人物 那说到这个欧洲历史上面 跟这个右翼 极右翼最靠近的一次历史的事情 当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嘛 那卢教授你怎么看 就是现在这一波 如果又再崛起 对区域安全的稳定造成的影响 我觉得对区域安全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像刚刚刚我讲 全世界都有点可怕 因为其实极右 极右对 现在为什么会有极右失速列车 是因为极右他们有一个真空 或是你可以说一个市场在那边 他们可以抢进去 为什么会有那个真空 那个市场在那边 是因为原来的所谓的中间的这些 不管是中右中左 他们的施政实在是 非常的洁平济负 这个情况事实上跟当年 你说那个二战纳粹那个时候 其实是很像的 二战那个时候也是洁平济负 然后也是类似的场景 只是二战那个时候 在当时欧洲我们看到的 而且二战纳粹或者是 意大利的莫索林里 他们起来背后也是有大金竹 后面也是有大企业 我跟现在很像 然后当时的二战的场景 那个时候的欧洲的那个种族的结构 他要转移大家注意力说 不要骂我你去看那个谁最讨厌 那个时候是犹太人 他们是在整个结构里头 就是那个被牺牲被骂的 可是现在欧洲的种族的结构 已经不是这样子 现在的欧洲的种族结构 最底下的就是最惨的就是伊斯兰教 现在欧洲它有那个 就是假如说你是阿拉伯伊的话 你现在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踢罪羔羊 现在德国极右的这个势力 也是绝起 包含这个另类选择党 但他就是在欧洲议会里面 是被这个极右 有点是撇清 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况 我今年三月的时候 去访问了一个 德国议会 国会里面的一个议员 他跟我们讲说 我们根本不用担心 AFD会有执政的可能性 或是有一天 讲这么笃定 对 他是其中一个 现在德国执政是红绿灯 红黄绿 它是那个黄的那一块 然后他就说 因为除了他们自己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会愿意跟他们合作 因为德国现在执政 都是用联盟的方式 几乎没有一个党 可以独大拿到执政权这样子 所以当没有任何其他政党 就算是偏右的政党 他们也很害怕跟AFD挂上关系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 倾向包括现在的 其中一个党主席 一个女性Alice 她曾经到过上海 跟中国的关系很好 他们甚至是亲欧的 这对整个欧洲的民主来讲 现在他们乌尔战争 已经被打到 就是民主跟独裁的这种对抗 你怎么可能去亲欧呢 对然后AFD的这个立场 对他们来讲 就是已经侵犯到了他们的先 在观察这一次的选举 你觉得说哪一个国家 可能成为下一个欧盟的共主 哪一个国家 我现在真的还看不出来 现在自从梅克尔下台之后 马克同是很想要当老大 但是我们现在 从他过去的表现看起来 光这一次选举 已经选成这样子 根本不可能 然后过去乌尔战争之前 他也曾经到俄罗斯 去见普帝拉 想要调停 协调 尽量不让战争发生 但也没有结果 所以整个法国 我们几乎都不用看 那德国萧姿真的 真的也没办法 是选举选成这样 现在连AFD都比萧姿还更强了 你说还有谁可以出来 当一个共主 那美洛尼意大利呢 我觉得意大利 它本身就不是 它可能人口多 但是它本身在整个政治的 这种权力结构上 就不是 在欧洲不是太突出 所以我现在我觉得 欧洲还看不出来 有一个共主 反而是我觉得可以等到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 也许川普会变成另外一个 全世界右翼的共主 那川普一当选之后 我觉得 这股极右翼的风潮 绝对会再继续 这股风一定会继续吹 吹到欧洲之后 搞不好这些右翼 他们根本不需要选出 欧盟的共主 就是大家遵乃川普就好了 是 当然是有点极端 那如果说没有这个 欧盟的共主也好 有没有这个所谓第三次 像是所谓的 意大利的 Malani 他是不是就属于 这样子一个关键 第三势力的崛起 对 Malani他现在变成扮演 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但是不管是Malani 或者是AFT 或者是Le Pen 我觉得他 对我来说 他们就是纯粹是 因为他是崇拜 莫索里尼的 然后他们的真正的信仰 或者他们的理念 他们的价值 是非常极右 而且是非常排外 然后是非常的 也是一样解贫济负 然后甚至于骨子里 他是会有种族主义 排外 然后军事主义等等 这些Malani他也都 你看他的移民政策 就看得出来 他就是去跟Albania签约说 那边盖几个黑牢 我这边不要的移民 你关到你黑牢里 或是他跟利比亚 就是联手把难民 就是让他们死在海上等等 或是关到利比亚的黑牢 所以梅隆尼他现在 因为他已经拿到权力 然后他在那个主流里头 他要生存下去 他必须要调整他的立场 或是调整他的说法 可是我觉得骨子里头 他也是非常的极右 同样的Lepin 现在有人在讲说 Lepin他正要经过 或是已经开始一个 梅隆尼化 也就是同样的 他当初 当他是反对的时候 他可以去骂 欧盟你决策你这个establishment 你的这些既得利益者 然后人民过得很苦 你知不知道 然后他可以用这一套 可是当他越接近权力 或者是他有一天到权力里头 他大概也是跟梅隆尼一样 就是合到这个主流里头 然后一样的 那个所谓的他很 关心民间疾苦 这件事情 大概会被忘记 对然后一旦这些极右 他们都掌握权力 也许如果梅隆尼 因为他跟美国 他不光是 他现在跟拜登也非常的好 就是他很有那个手腕 他可以跟冯德莱恩很好 他可以跟拜登很好 他一定也可以跟川普很好 所以到时候 如果是川普 梅隆尼 Lepin的话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那个大致上 一个那种非常 一个精神 非常 种族主义的一种 整个都崛起了 我觉得其实 是有点令人 是蛮令人担心的 的确 今天谈到这里 就知道说 其实为什么要谈 这个极右世俗列车 因为是跟你我息息相关 这是跟全世界对我观念 不是只在讲欧洲而已 谢谢两位专家 让我们的观点好好谈 谢谢